第一章 未来的挑战 每当我面试应聘者时 都会问这样一个问题 有没有在时 某重要问题上你与其他人有不同看法 这个不绕弯子的问题听上去很容易回答 其实不然 他挑战 智力 因为每个人在学校接受的知识 都是已被肯定的 一定被人 赞同 他也挑战心力 因为每个努力去回答的人都必须说一些他 门明知道并不为众人认同的事情 这需要勇气 出彩的回答很 少 相对于智慧 这些想法缺少的更是勇气 通常 我听到的回答都是这样的 我们的教育体制存在弊端 亟代改革 美国是非凡的 世界上不存在上帝 这些回答都不妥 第一和第二个陈述可能是对的 但有许多 人已经表示赞同了 而第三个只简单套用了常见辩论中一方的观 点 好的回答应该按照下面这种模式 大多数人相信X 但是 实确是X的对立面 我之后会在本章给出自己的回答 那么 这个反主流的问题和未来有什么关系呢 从小处看 未来只是还没有到来的时刻的集合 但是真正使未来如此独特和 重要的并非因为未来没有发生 而是未来的世界会与此刻不同 这样看来 如果我们的社会在之后一百年都没有发生变化 那为 来就在一百多年之后 如果在之后十年世界改天换的 那未来 就触手可及 没有人能精准地预测未来 但我们知道两件事 是 界必然会变得不同 但变化必须基于当今的世界 针对这个反主 流问题的多数回答都是对现在的不同看法 而好的回答应该尽可 能得使我们看到未来 从零到已进步的未来 我们期待的未来是进步的 进步可以呈两种形式 第一 水平进步 也称广泛进步 意思是照班以取得成就的经验 直接 从一跨越到N 水平进步很容易想象 因为我们已经知道了它是 什么样 第二 垂直进步 也称深入进步 意思是要探索新的道 路 从零到一的进步 垂直进步较难想象 人们需要去尝试从 未做过的事 如果你根据一台打字机造出了100台打字机 那就 是水平进步 而你有一台打字机 又造出了一台文字处理器 那 你就取得了垂直进步 从宏观层次看 可用一个词代替水平进步 即全球化 把某处有用之物推广到各处 中国是全球化的范例 它的20年纪 化就是成为今天的美国 中国已经直接复制了发达国家的有用之物 19世纪的铁路 20世纪的空调 甚至整个城市 也许这种 复制可以使中国在建设道路上少走几步 比如 不用安装路上 线路 直接实现无限通信 但是 它们依然是在复制 垂直进步也可以用一个词来概括 即科技 近数十年信息记 数的迅猛发展 已经给硅谷关上了科技之兜之名 但科技不 仅限于计算机技术 任何新方法 任何可以使事情更易完成的方 法都是科技 这才是对科技的正确理解 因为全球化和科技是不 同方式的进步 它们可能痛时存在 也可能存在其中之一 或是 都不存在 例如 以前815到1914年间 科技迅速发展 全球化也快速蔓延 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到1971年 即新格访华 科技发展快 但全球化速度缓慢 从1971年开始 全球化加快 而科技发展 只局限于信息技术领域 在全球化的时代 不难预见在未来数十年中 世界会更加一体 化 甚至连习语都暗示着 我们已经相信了科技时代的结束 所谓 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划分 表明发达国家已经获得了能 够获得的一切 而落后的国家只需要奋力赶上 但我并不认同 对于上文的反主流问题 我的回答是 大步 分人认为世界的未来 由全球化决定 但是时事 科技更有影响 力 没有科技创新 也许中国能源产量 在未来20年加倍 但造 成的空气污染 同样也会加倍 也许印度亿万家庭都像现在美国家 停那样生活 只用现代工具 但结果却是对环境毁灭性的破 嗨 如果全世界都用同一种旧方法去创造财富 那么创造的就不 是财富 而是灾难 在资源稀缺的现在 丢掉科技创新的全球化 不会长久 历史进程中从不会自然出现新科技 我们的祖先生活在一城 不变的零和社会 在那个社会中成功意味着从别人手中获得财 富 他们极少去创造新的财富来源 长远来说会导致物资溃乏人们生活艰难 经过上万年断断续续的发展 从原始农业到中世 既的风车和16世纪的天体观测仪 自18世纪60年代蒸汽基出 现到1970年 现代世界突然经历了不间断的技术进步 最后的 结果是 我们继承的社会比之前任一代人所能想象到的更富足 没有一个世纪像20世纪60年代末的 我们的祖辈和父辈那 让人希望这种进步可以持续 他们希望一周只工作4天 能源变 一道不需要计量 度假可以去月球 但是这些只是想象 智能机 使我们忽略了周围 同时也使我们忽视了周围的事物有多成就 只有电脑和通信自20世纪中也取得了巨大发展 但这并不是说 我们父母那一代对更好未来的期待是错的 他们只是错误的人 为这种美好的未来会自己到来 今天我们面对的挑战是创造初心 科技使21世纪比20世纪更和谐 更繁荣 创业思维 初创公司往往是新科技的诞生地 从政界开国园薰到科学界 得英国皇家学会到商界的非照半导体公司的 叛逆巴图 人们肩负让世界更美好的使命巨成小团体 对小团体 这种现象最 简单的解释很消极 因为在大组织中发展新事物很难 而单打毒 都更是难上加难 官僚阶层行动迟缓 效率低下 而且奇迹得利 亦并未有受损的风险 在功能极端失调的组织中 要想获得晋升 机会 告诉别人你在工作 比玩起袖子做事更重要 如果你的 公司就是这样 你应该现在就辞职 而如果舍弃团体 一个孤 独的天才可能会创造出经典的文学艺术作品 却不能创造出整个 产业 新创公司遵守这样一个原则 你需要和其他人合作来完成 工作 但同时也需要控制其规模 以时所有事情顺利运作 从积极的角度说 一个初创公司就是一群人 人数规模是 当 这群人可以采纳同一计划去驻救新未来 一个新公司最重要 的力量是新思想 新思想甚至比灵活性更重要 而小规模给思考 留出了空间 这本书提出了在创新之路上 获得成功必须要解答的 问题 它并不是一本指南 也不是单纯对之时的记录 而是一场 思维运动 而恰恰每个初创公司 都不得不做这场思维运动 质疑 现有观念 从零开始重新审视自己所从事的业务 而是一场思维运路